我们的车子已经有20年的历史 那接下来要去做验车了 可以发现这个车灯它的塑料壳 其实已经有点泛黄 而且已经有点模糊了 那在每次验车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是会被检查到的 在去年当时我们求助了这一款 它就是专门用来清洁这个车灯的一种药水 只要你把它涂抹在车灯上面 然后用这种强力的摆结布去擦 它就可以把你的车灯给从有门雾状态 变成很干净的状态 可是它也有缺点 就是它起码要花费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去年就是用这款去清洁的 然后今年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效果了 也就是说它的持久力并不是很长 你等于年年都要做一次这种清洁 而且年年都会耗费你起码半小时的工作 还有第二个方法呢 是大家网上有人推荐的 说是用牙膏 我们经常会用牙膏来清洁厨房啊 来清洁厕所之类的 这个车灯呢也是可以用牙膏来擦拭的 但具体效果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可以做一个对比 还有第三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很诡异了 这个是刹车油 有人说你用这个刹车油来清洁这个灯罩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它非常的快速 不过呢刹车油呢它有它的缺点就是在用的时候 千万小心不能让它碰到铁皮 因为否则的话铁皮可能会 颜色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可能会褪色掉 所以在用刹车油的时候呢 要非常的小心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和牙膏比的话 到底谁胜谁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首先呢对车灯进行清洁 这个就用一般性的肥皂水啊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用了一些牙膏 那可以看一看牙膏涂的这里一块 这个是用牙膏擦拭出来的 非常脏 然后牙膏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就算涂到旁边周围的车漆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得出来 起码我这里从视觉上面 牙膏这里一块 它的颜色其实会稍微的比前面要显摆 而且它会更加的干净 我们现在试着用刹车油 只要一点点要很小心不要喷到车漆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涂之前先在旁边 用一些胶带把它给涂抹掉遮挡住 真的是也很脏 所以可以看这里是刹车油 这里是没有涂过任何的 就是之前没有进行任何的擦拭 然后这里是牙膏 效果觉得明显吗 我觉得这边和这边的效果要比当中明显 但是用牙膏和用刹车油这两块 我觉得区别不大 通过对比 牙膏刹车油的清洁效果都蛮好的 而且区别不大 那大家各评喜好吧 谢谢大家